现在是早上的6点07分 就出发了 去机场 飞机是9点半的是吧 9点20的飞机 大概要肥四个半小时 就打大碗了 9点半的飞机 比赛才能够 更上放 点20点 挞袋 不过 大杯 我也想加了 还有 水面变得好 ここ 没过去 热鹿 红尾 就是 今天机场特别秀,登基口和尼安口是一个口 现在我们要去拿行李 出来就热浪滚滚了 能感觉出来这里的阳光,天气太热太晒 植物看上去就有点黏眼 到了租车的这个停车场 现在我们去找我们自己的车 是要大红色车 是有点小一点的问题 它已经记录了吧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要跟他们说 它上面已经标明有四处有 有刮蹭问题 我们就要确保 没有其他问题 就可以开走了 通常我们自备的导航就可以出发了 我们第一站是吃饭 所以我们坐了大概五天 花了180澳元 平均一天就差不多三四十刀 大概一百一两百块钱人民币一天 一百多人民币一天 机场出来这边还挺荒的 它是一片红主地 这边油可以多少 这个日本车应该比较省油的 靠近市里好像植被要多一点 从机场到达尔文市里差不多十五分钟车程 看到一棵最漂亮的树 这是花吗 满树的花 橘红色的 看一下 这个是叶子还是花呀 这是满树的花 到了吃饭的地方 是在一个海边应该 看 看 大海 这边海是浅绿色的感觉 浅蓝绿色 我们中午来吃这个 你们俩还挺大的 好像可以坐在海边去看一下 我突然发现这个海滩好像是可以下去的 我去诚意啊 天哪 可以下水但我不敢下水 因为它这边说 里面有鳄鱼 还有水母 所以这边的海滩不适合游泳 只能钓鱼 好恐怖啊 它上面说 所以蝎鱼 是有所遭受的地方 所以蝎鱼 这边的海滩 就是 咸水恶鱼在这里 稀稀 稀进你 不过到这里锁 我们就远观一下 看着很平静的海里 冲着沙子 我们要了一个 Korea的巴黄梦里和Seafood Baskett 发现好大份 这个Seafood Baskett 真的是Seafood Baskett 还有配菜 这个是什么 花生 花生 还有豆子 还有玉米 是免费的 免费的 你自己盛的吗 吃点吗 哦哦 这个是土豆沙拉 这个是 蘸酱 这个是这边最有名的那个 芒草鱼 这边有养殖基地 所以来这吃这个是很好 然后这个是超大一盘的 各种 海鲜的 海鲜 怎么说 海鲜大兰 是 是 Seafood Baskett 好吃 好 这边海鲜应该很新鲜 因为这边鱼很多 很容易掉 就是 你再试吃一下这个芒草来点评一下嘛 这边是野生的芒草 它上面写是Wide Coat 所以说 你刚刚说它比较劲道 因为可能是野生的关系 对不对 因为它野生的所以它可以经常运动嘛 嗯 好了 我要开吃了 冲了 这个扇贝 是真的扇贝 你像 它 面 过了价值的扇贝 真的是过着价值的扇贝 好吃 下面是青红花沙拉 有点太熟 这个土豆沙拉 是太好放了 这一切就是 半个土豆 不过这个是免费的配菜 所以呢 人家做这样已经很不错 嗯 味道还是不错 土豆很新鲜 费量太大 我们都没有吃完呢 薯条适量好多 印象不错 如果您看过了 你的朋友 试试 或者你看过来 有点暗门 我看过去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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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